中越战争,文静勇打柬埔寨太顺,对我军嚣张说些个字,字字打脸,大家都知道,1979年,出我国跟越南打了一场边境自卫反击战,我军最终狠狠地教训了一番,当时因为接连营的越法独立战争,越南战争不可一世的越南陆军叫他们如何认清楚自己的真实水平,从而成功地完成了战前制定的战略目标。 其实越南在跟中国打这一仗的两年前,跟柬埔寨大打了一战惨烈程度,远胜中越边境战争,在越南如今的各类教科书中,中越之战显有提及,柬埔寨战争则讲述的都很多1977年,越南在得到了苏联大力人助后,派出40万陆军大脊入侵邻国柬埔寨,此战的总司令为李笋的新富汉将文静勇, 他当时在越南带兵打仗的经验和成就,不及被李笋打入冷宫的五元甲大将然而文静勇仗着苏联大量武器的驰援指挥。 越南铁骑,仅用了七天的时间,便拿下了柬埔寨首都金边,声称完成了对柬埔寨的占领。 不过,柬埔寨后续的游击队却像苍蝇一样侵扰了越南十多年两年后,我国在数次警告,越南不要玩火过头无效之后主动发动了庄严而又神圣的对业反击自卫战。 李笋起先是派出五元甲,担任国内夜军总指挥来对抗中国军队不过十多年没带过兵的五元甲,采用老旧战术和保守打法。 再加上严重,低估中国军队当时的军历节,过一败涂地份而被离损隔了直文静勇,被任命抽身回国兼任指挥对中国军队作战。 或许是文静勇在柬埔寨打得太过顺利一回,来便前面否定五元甲的战术部署。 一通高谈阔论在制定了针对跟中国军队作战方案,后文静勇还命令道,必须打到中国去,其实那个时候的战局基本一定缺乏重火力武器,又固执坚守从林游击战的越南陆军。 在我军钢铁红流步兵团配合重火炮的碾压之下其战略重振甘糖,亮山先后失守,和内进在咫尺然而文静勇依就此要面子趁,中国打过来我们必须也打过去。 于是派出一队陆军步兵绕过中国军队的阵需连续拔设几昼夜,潜入了我国广西境内五六公里,他们在那里抢了几个村子后,被我军边防兵发现,并打死了一大半,剩下的残敌灰溜溜跑了回去文静勇残被打脸。